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会被陷进去 来 花花先跟我们所有迷雇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哈喽 所有迷雇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华晨宇 今天是这样 今天不只是我们在聊天 其实我们还有一位虚拟主持人要给你介绍一下 对 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到我们的虚拟主持 西匠 欢迎 出现了 哈喽 大家好 哈喽 花花 你好 你好 我是新有相组和灵溪中的西匠 嗯 我们都知道花花的歌声特别特别的棒 但是今天在现场呢 就先不考验你的歌声了 因为我们收到了粉丝们的小小心愿 想要在现场听花花来说一句土味情话 一定要用最最最最最充分的语气来说 可以吗 可 可 可以啊 哈哈哈哈 我发现以后真实的就不要搞真实主持人了 就搞这种虚拟主持人在背后所有的嘉宾的心都会融化掉 对 来 你挑一句吧 很可爱 那么花花我觉得我们这边有三条被选了 好 觉得哪一条是最能接受的 随便挑一个 都很宠溺我觉得 反正 要不最后一条吧 比较短一点 或者是 怎样 好啊 好 最后一条吗 背下来了吗 你要不要对着这个 这个VR的机器说 好啊 他这个要对对答 是吗 好 看的机器是吗 对 好 你们要回答他配合啊 来 你会游泳吗 不会 不会 那我们怎么一起追入爱河呢 啊 哇 哈哈 下面那个自己是在跺脚哎 害羞倒了 你在跺脚的同时 那边有几个人就已经爽到一个不幸 哈哈哈哈 要给花花介绍一下哈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非常专业的乐评人 邓柯老师 我认识邓柯老师 我认识邓柯老师 我们今天其实有一些我们之间的对话 也有一些邓柯老师 关于乐评人的一些问题 我们看邓柯老师有什么问题要问你 好不好 好 来 没有就是 因为花花她跟歌迷的关系非常的奇妙 她会把歌迷邀请到她自己很多作品的创作当中 那从最早的这个 最早的这个 Why Nobody Fights 后来的我管你 然后包括最新这个发布的与火星的孩子对话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 就是能吸引我的这种创意太好了 而且她的创意她不断的在更连 原来呢 先是请歌迷来录音棚录音 而且她特地要那种 就歌迷她唱的也就不太准 但是有总体还比较准的声音 然后后来又跟歌迷互动 那这次直接就拍成一个一个纪录片了是吧 你是怎么怎么考虑你自己跟歌迷跟粉丝跟听众之间的关系的 又怎么老是有这种新的想法冒出来 因为其实我我我第一张 我的第一首歌是那个Why Nobody Fights 然后当时我是想写一个我跟歌迷之间的一首歌 那其实其实如果我专门写一首歌去感谢大家 我觉得好像 太一般了 就是我就感觉我刚出道没多久 就是其实我们之间的情感建立大概不到半年 对 然后那我觉得一首歌不足以表达说在半年时间 我要是在这个歌里写我对他们有多么多么了解 我觉得那个一定是不够最准确的 对所以我觉得那与其这样 我觉得更酷的事情是不是把他们写进这首歌里来 就是让他们直接就把所有人的声音放进这首歌 对然后那今年的这个 与火星的孩子对话是我们已经在一起就是互相守护陪伴了六年了 对所以我觉得我对他们是非常的了解 然后他们也对我很了解 然后我觉得这个情感的建立可以有一起来创作 就是我觉得大家一起来创作会比直接出来写的要更好 所以这首歌他们也参与了创作词啊 包括MV啊包括演唱 对 这对创作者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因为创作它是一个特别个人化 特别私密化的事情 跟人合作甚至是邀请这么多人一起来创作 这其实是一个挑战 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影响你的写作 对 就是挺厉害的 我当时也不知道这个歌是最终会成为什么样子 所以我只是很简单的就是把歌迷邀请过来 我们一起来聊天 我问了很多问题 然后他们有不同的答案 其实就跟这首歌最终的成品是一样 就是当时我问的问题 然后他们的回答 就把这些对话的内容放进了这首歌 就很真实的一个一首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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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一二三的话 它就是零 对 对 很在有一种在包含了所有的歌曲的那个感觉 对 对 回答的很具体 我原以为会得到一个 莫能量可的答案 特别莫能量可的答案 没有想到这么具体 你一直拿个牌子在干嘛 对啊 所以我就因为我听说花花一直很充分嘛 但是我也想知道说那粉丝到底爱上花花也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我们也跟粉丝团争集了五条 我觉得花花来亲自揭开两条 我们来念一下好不好 好啊 接两条就好了 对 接两条就好了 好 随便接两条 好 来 第一条 好 是因为 是因为她的音乐给我力量温暖着我 所以应该很认可这句话吧 嗯 我是觉得就是 我也不知道我的音乐最终能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 结果和效果 那我觉得如果我能 我做音乐能够给人传递力量 并且能够温暖 温暖到 某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我觉得那我 其实我是觉得我会很有 很自豪吧 对自己很自豪 对 OK 那我们来进行第二条 来 再抽一条 表达的东西都很有力量 给予动力指引方向 哦 那 那不如全揭开喽 好啊 好啊 他就像一个精灵一样用他的音乐拯救 帮助者 温暖 温暖者治愈者我们 我干嘛要撕每一条都是在夸我呢 我有点自己 而且还自己把这些话念出来 财华让我惊叹 性格和教养让我自省 温柔是最击溃我的 击溃我的地方 少了个得 击溃 他没有写得 他没写得 对 全是在业务能力惊喜了我 才华震撼了我 三观性格素质都影响了我 他时时刻刻都给予我力量 也不让你评价了 让你评价也不知道咋评价 我讲的怪不好意思了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吧 花花 那个今年的演唱会反响非常的强烈 整个拉动了一个市的经济三天 抢不到票 所以想问一下这个明年的 有没有什么计划 有 我明年会在春天的时候 春天的时候开我明年的 别说别说 他们让你别说 一个应该在北方吧 在开一个很新型式的一个演唱会 因为这个演唱会我准备了两年 对 然后本来想今年开 但是时间实在是准备来不及不够 然后我就 就最后说那我们就再多准备一年 对 所以明年是没有问题的 对 好 但是就尽量多开一点 让大家就是时代抢票真的很难抢 是 但我主要是很想把演唱会做到质量很高 好一点 对 对 那就继续期待了好不好 我们期待着春暖花开的日子 有新的一个惊喜跟呈现方式带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多多地去我们的密工音乐 关注花花的音乐 谢谢花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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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谢谢 辛苦了 那最后呢 邀请